现员迪布斯以赖针对阳光电城原住民文创聚落原住民文创旗舰店议题 花莲县聚会所进度与经费不足议题 善用智慧绿能以及打造绿能花莲以及探权的议题提出多项建言 现员迪布斯以赖针对正在新建的阳光电城原住民文创聚落 也就是原住民文创旗舰店如何开创部落青年在地旧会机会 开创原民各项经济产业 另外针对花莲县聚会所进度经费不足的问题 以及如何善用智慧绿能以及打造绿能花莲以及探权也提出多项建言 光电城原住民文创聚落就是原住民文创旗舰店的议题 那第二个是关于花莲县原住民聚会所进度跟经费不足的议题 那第三个是善用智慧绿能及打造绿能花莲及探权的议题 首先是讲到原住民文创旗舰店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105年的时候核定了花冬基金第二期 四年计划将近8300万 那目前这个供期内容预计是在111年的10月31号完工 所以呢我非常关心的是里面内部的部分 就是我想请教原新处的是 到底它的结论跟规划报告到底在哪里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请问呢 它是说要提出五大类的这个经营模式 那请问这五大类呢是哪个团队进驻 那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台湾原住民文化馆 我现在也标出去了 那目前呢这个原住民文创旗舰店 跟台湾原住民文化馆这个部分 它的经营模式差别到底在哪里 那另外呢之前有议员同仁提出说 旗舰馆要参考北流成为花莲原流的提案进度 到底又是怎么样 那观光处呢对于原型处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到底有没有配套哦因为呢这个原住民的文化 是观光主要的内涵 那原型处跟观光处到底有没有密切的合作 这是本期非常关心的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哦物价上涨 还有原物量上涨 那有非常这个严重的经费不足的问题 那包括了这个新城乡的聚会所哦 除了北浦聚部落的二旗跟山部落完成之外呢 包括了复兴部落华阳部落跟大汉部落 大德部落还有嘉兴部落聚会所 还要追加750万元哦 那合计呢大概是2250万的一个缺口 那另外呢花莲市的部分呢 在我任内呢Sakura部落我已经尽量协调了 可是呢这一次它的修正工程的预算 需要是2259万那目前缺额呢高达了1198万哦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缺口到底如何来支应 那还有还有就是有关于吉保甘跟耿路易部落呢 它在11...呃应该是今年的6月即将完工 但是部足额呢是278万的部分呢 花莲市工所目前已经答应支应 但是现在要协调的就是Sakura部落1198万的缺口呢 圆明会到底要如何处理 用智慧绿能跟打造绿能花莲及探权的议题哦 因为未来10年呢要拟定更积极的减碳气候的行动 那花莲县呢拥有推动再生能源 并兼顾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到底花莲县的目标在哪里 因为目前呢我们是以这个屋顶型设施为主 关于地面型设施的太阳能光电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还有就是花莲已经核准了太阳能光电的设施 有哪一些分类跟数量 另外呢是农业处 你对于探权的政策有哪一些 还有就是掌握探权的重要关键呢 相关的单位跟农民 你有没有去宣导 或是提供正确的知识跟资讯给他们 还有呢现在哦 有很多的县市呢都已经推动了探权量的问题 花莲县政府实际的策略 跟工作进度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呢这一次的质询当中呢 我针对这三大议题哦 希望呢原型处还有就是观光处 以及农业处还有相关的局处呢 都共同合作呢 把花莲县未来重要的目标呢 能够实现 现在地步是依赖原住民文创旗舰店 依注相当多的经费来规划新建 希望原民处能够做好事前的沟通 来发挥它的功能性 另外部落聚会所经费不足 还有土地的问题 也希望原民处能够多加把劲 而智慧绿能以及探权的议题 也请各学处能够加以用心 期待就能够做不到